大家好,我是Tony 我現在在宜蘭縣蘇澳鎮 今天下午來造訪蘇澳冷泉 車子就停在蘇澳冷泉停車場 現在是免費停車 而且停車場旁邊就有一個蘇澳冷泉泡腳池 也是免費的 蘇澳冷泉先前因為疫情還有整修的關係 風源了好一陣子 去年才重新開園 開園後的蘇澳冷泉我還沒有來過 今天下午就來好好的泡一泡蘇澳冷泉 我們就從蘇澳冷泉停車場 走往蘇澳冷泉公園 前面是蘇澳冷泉傳統湯屋 這是冷泉傳統湯屋 蘇澳冷泉公園 現在分成兩邊 我們先去冷泉公園好了 蘇澳冷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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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近幾年才新建的建築 這是最近幾年才新建的建築 蘇澳冷泉公園 這個區域是免費的 有泡角石 不過如果要進去裡面的話 就需要購買門票 這裏是入口處 購票進來之後 這裏就是舒澳冷泉公園 附近還有一處阿里史冷泉 210公尺 阿里史是歷史悠久的地名 大概差不多有200年的歷史 阿里史冷泉公共浴室就在前面 這裏是去年才重新整修完畢 11年全年免費入場 我現在好像也沒收門票 那邊還在整修阿里史冷泉公共浴室 因為現在還有一部分在整修 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是免費使用 可能七八月整修完畢以後就會收費了 所以今天來賺到了 所以目前還是可以免費入場 旁邊那棟建築就是舒澳龍山林大飯店 阿里史冷泉公共浴室 我以前沒有造訪過 阿里史冷泉公共浴室 右手邊那邊是七星嶺登山步道的入口 這裡有涼亭 還有免費的泡腳池 阿現在剛好沒人 那我就來享受一下 舒澳冷泉泡腳池 現在有風 非常的涼快 我看見我老婆了 我們現在離開舒澳冷泉公園 前往後面那裡的家庭湯 舒澳冷泉傳統湯屋 是六月一日才重新營業 是嗎 我们回到苏澳冷泉停车场了 泡完苏澳冷泉 赞 苏澳冷泉的传统家庭汤屋 6月1日才正式营业 所以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苏澳冷泉公园之旅 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老婆 你觉得是我冷泉比较冰 还是我比较冰 冰死了 前面是免费的泡饺石 既然是幼灯的 你觉得我比较冰't 选择 我去说 我知道 这也很难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